我们这个语系的部分 我跟老师稍微说明一下 如果您因为像我们刚刚这种情景 比如说它有升级的 那您是用安装的方式 是不是就没有那个繁体中文的翻译 那怎么办呢 您可以到我们刚刚这边来 你把这个繁体中 那个翻译的档案把它下载下来 那下载下来之后呢 把它解压说 您只要放到它安装软体的这个目录里面就好了 像下面这样 你进到这个目录之后 你会看到有没有里面都是这些语系 你就丢进来 把那资料丢进来就好了 那么我们进到这里面之后呢 您可以到绿色这里 按一下 有个参数 您第一个就会看到 好 在这边 您会发现它的中文 预设只有这个简体的 有没有发现下面有多一个中文 只是没有写出翻译这样子而已 好 你就选到它之后 软体重新打开就可以了 就我们讲的软体中文的界面 这样您在使用上应该就会比较OK一些 好 那最后呢 顺便补充一个就是 我们如果有录影 有录影 当然整个投影片的长度 是就依据您录影的时间或录音的时间 对不对 但是如果是空白的投影片呢 请问时间会多长 因为我们知道不是要转成影片吗 它也要占一个时间嘛 我们 PowerPoint也有那种自动播放的 跟它道理是这样 你点到它之后 您看一下右手边 右手边 在这里 有没有一个计时 您看到的 在这边 它预设的时间是多少 三千 但是不要被它吓一跳 因为单位是毫秒 所以 三秒钟 所以如果您有需要 可以从这边做调整 甚至背景颜色 你也可以做调整 一般来讲 我们如果是做影片的话 通常背景是黑色 对吧 所以我会把这边 如果说今天我是要做影片 大多数我都会把这个地方 把它设为黑色 这样是不是就黑色了 但是一次设一张 有点累 所以怎么办 Ctrl加A 有没有全权 一起设定一下 再有没有全部都变了 这样就比较快 当然投影片的时间 如果您是在一般的这种的 也可以一起来设定 比如说我都知道五秒钟之类的 这样 这个软体大致上其实就像这样 其实不会太难 但是你会发现说 其实对我们的帮助还蛮多的 当然它还有很多工具 我没有提到 如果老师有兴趣 你可以试试看看 比如说像这个 比较量的 把某些范围加量 这样人家可以更清楚知道你要讲哪里 对不对 那你加进来之后 它本身 这个都有长度 你看这边 有没有发现它有个图层的概念 对不对 那出现的时间 不见得在这里 你可以选择你要出现在哪边 把它拉长 有没有 我加高亮度的范围 就是前面没有 但是到后面之后才出现 才出现 所以这个软体我觉得它好用是像这样的 我们在做 其实还算蛮活泼的 OK OK